大家好 我是这个家庭的叔叔 梁海元 我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要不要复合 反正我想他们复合 你们赶紧的吧 我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 二婚的蜜月我来安排 帮你们满意 成龙现在的状态真的非常好 他现在是所有中年男人最羡慕的状态 你们知道有老婆的中年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吗 跟你们说一个新闻 真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 说一个男子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但是他硬是把手机格式化以后才晕过去的 这也太坚强了吧 虽然这个新闻完全没有提及他的婚姻状况 但我们可以推测出 这一定是一个热爱家庭的已婚男子 因为只有已经结婚的男人才会这么坚强 才可以在遭遇车祸的时候 用自己刚刚撞乱的双手把手机格式化了 因为在那一刻他的脑子无比清醒 因为他知道如果手机没有格式化的话 人就活也没什么用了 中年男人就是这样子的 真的随时随地都要保护自己的手机 虽然我说的是他们 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秘密都在我们手机里面 手机就是我们的灵魂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们现在做什么都已经完全离不开我的手机了 我现在吃饭 睡觉 上厕所 只要一分钟不见我就会想 我手机呢 手机在哪里 没有手机我做什么都不安心 我现在吃饭可以没有饭 我上厕所可以没有纸 但是不能没有手机 真的有一次我上厕所特别着急 但是手机没电了 我还是冲了以为电才去上了厕所 真的我以前觉得我是手机的主人 现在我觉得好像手机才是我的主人 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最好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的 所以最好的主人可能正在以奴隶的形式 在为我们服务 真的我们现在就是手机的奴隶啊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现在有点受不了我的手机了 他太爱熬夜了 每天熬到两三点 搞得我也睡不着 只能陪着他刷综艺 刷电视剧 刷微博 刷短视频 有时候我实在冲不住了 熬不动了 他还会这样 啪 掉到我脸上 太形象了 让我瞬间清醒起来 还能再刷两个小时 有时候我都已经睡醒了 他还没睡 自己在那播视频 播了个通宵 店都没有了 真的熬夜对手机不好 熬夜会让手机老得特别快 我的手机才用了一年多 就把自己的屏幕熬出裂痕来了 现在已经人老鸡黄 已经是个老人鸡了 真的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 随时随地都在玩手机 所以我真的很难理解 为什么还会有人会被偷手机 如果你玩手机都不认真的话 那你这辈子还能有什么成就 我如果觉得一个人的手机 在还有电的时候就被人偷了 警察都不应该给他立案 我们现在对手机真的太依赖了 去年十一的时候 我特意找了个地方 我去了一个乡下 我想摆脱一下 对手机对我的束缚 真的没有想到 乡下也不是什么法外之地 乡下的信号好得不得了 在乡下玩手机可开心了 根本停不下来 最后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把我的手机关掉 你们有没有试过 把自己的手机关掉 哪怕只关一天 你能感觉到一种自由 就是一种退出江湖 告别打打杀杀的自由 那几天我每天看蓝天白云 上鸟语画像 我感觉过上了 陶渊明一样的生活 这种生活比每天玩手机 真的好太多了你知道吗 三天后 我就想把我幸福的生活 分享给大家 可是我没有照片 我也没有视频 只有几行苍白的文字 根本没有任何人给我点赞 那一刻 我觉得非常的失望 我觉得没有人给我点赞 那我过这么幸福的生活 有什么意义呢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海元 好久不见啊 今天真的好累你知道吗 真的累到我都不想努力了 真的我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 土耳朽演员 但是我也不想努力了 因为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 真的我现在的人生理念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的人生理念是 虽然我得到的不多 可是我付出的也很少呀 这样我心态就会非常平衡 工作不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No gain No pay 我觉得真的很多人都怀念 明星把微博当朋友圈发的日子 我也很怀念 但现在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真的现在在网上 不管说什么都特别容易挨骂 你现在不挨骂将来也很有可能会挨骂 因为网友骂人的办法实在太多了 你长得丑给人添堵 长得漂亮让人焦虑 你说话说得有道理 别有用心 说得没有道理那更惨 又蠢又坏 最后你只能保持沉默 但保持沉默也一样会挨骂 你们这些沉默的人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你们这些沉默的观众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真的我觉得现在网上每个人都觉得 别人应该按照我的标准活着 只要跟我不一样 我就要干掉你 我觉得没有人能在这样的网络环境里面生存 剩人都不行吧 我觉得假如孔子他能活到现在 他也很难有什么好的下场 因为孔子很快就会被人拔除 他曾经说过 天下为小人与女子难养野 孔子居然说过这么过分的话 你知道 真的孔子肯定解释说 哎呀那是我两千多年前说的 两千多年前说的又怎么样呢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真的我觉得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知道我应该做好情绪管理 我不能随便生气 但你们做过情绪管理吗 我的情绪根本不服从我的管理 每次我刚想管管他 他就崩溃了 我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知道吗 真的只有一种情况 你能做好情绪管理 在老板面前 因为哪怕老板指着你的鼻子 骂说不干就给我滚 你也能神奇地做到 说不生气就不生气 因为你知道老子不能滚 老子要还房贷 真的只有晚上回到家里 没有老板了 你的情绪才开始逐渐崩溃 嗯我今天被老板骂了 我压力好大 我好难过 要不我上网骂个人吧 这个孔子居然说 天下为小人与女子南洋野 小人怎么了 我们小人怎么了 我骂不了老板 我还骂不了你了 你完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真的情绪实在没有办法管理 怎么办呢 有人说你可以做时间管理 你们做过时间管理吗 你们有成功过吗 真的我非常佩服那些 把自己的时间管理得特别好的人 他们每天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 几点健身 几点工作 全部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我整套时间管理流程 只能分为三个阶段 昨天今天和明天 昨天没睡好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不能这样了 我也曾经施定过一些详细的时间管理计划 比如说每天写两个小时的段子 经常的情况是 我坐下来打开word 写了一句大家好 灵感就用完了 然后我就会想 电视剧里会不会有灵感呢 昨天那集确实没有 但今天更新这两集会不会有呢 就说我们能忍住不看电视写了 我就会觉得 哎呀好累了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进行劳逸结合了 你们发现没有 人只有在劳的时候才会想 我要进行劳逸结合 你在逸的时候 你从来不会想 我要劳逸结合 你只会想 老子要逸劳永逸 我看到过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我觉得创作也是一样的 创作最好的时间是昨天 其次是明天 反正不是今天 因为今天我要早点休息 对吧 最后一组淘汰赛了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跟我们脱口秀的天花板 周奇墨老师 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选的新人 相当于去年的杨门恩 我们三个分到了一组 分完组之后呢 我就完全不担心我的出现问题了 我最近的心态都非常的好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 坐以待毙 真的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已经不亲自谈恋爱了 他们喜欢看别人谈恋爱 你们有人喜欢课CP吗 对 真的有些人 刻CP真的刻得特别的投入 天天追着人家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 真的如果自己刻的CP刻到一起了 比CP本人在一起还要激动 哎呀 刻到了 刻到了 好甜 好上头 我命不要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住住信 什么话这都是 真的怎么说话呀 真的吗 就把自己杀了 给别人住住信 我都不知道是刻到了哪里 刻到了要害 真的 我们刻CP刻得如此的甜蜜 如此的上头 对吧 但父母给我们吹婚的时候呢 我们又非常的反感 可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我们仔细想想 父母为什么要给我们吹婚啊 因为他们也喜欢刻CP 所以难怪他们看到你跟谁在一起 都觉得特别的合适 天天追着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 你知道吗 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婚礼 本质上就是我们父母 大型刻CP成功的现场 因为父母会叫上所有的亲戚朋友 一起来现场 分享他刻CP成功的喜悦 就是你们这一边刻头拜天地 他们在旁边 哎呀 刻到了 刻到了 哎呀 好甜 好上头啊 你们家的猪都上头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猪猪性 当然刻CP属于望眉止渴了 对吧 恋爱还是要亲自去谈的 因为你不谈恋爱 别人就会给你吹婚 你们有缘被吹过婚吗 真的被吹婚真的太可怕了 因为有一些吹婚的理由 非常的离谱 因为他们会跟你说 你不结婚 以后死在家里 都没人发现 这是什么理由啊 我都已经死了 我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为什么我的第一需求 居然是被人发现 我有那么需要被人发现吗 我是一个宝藏吗 还是说我死了 家里会留下一个舍利子 把这个垫子给同过来摆下 好像不被人发现就亏了 他们好像死了之后 被人发现 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一样的 你知道吗 隔壁那个王老头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他这么好厉害啊 虽然他生前一事无成了 但谁能想到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你看他这辈子都没有白活 你看你不结婚死了 就没人发现 当然这样的吹婚理由呢 是没有办法打动我的 对 因为不就是被人发现吗 这能有多难啊 我觉得我临死之前 肯定会给我的好朋友 成禄打电话 如果他还没有死的话 这么客观吗 我会跟他说 成禄快 我快不行了 马上抬我去全上海 人最多的地方 人民广场的乡亲角 我就要死在那里 我要死在那些 吹婚的人面前 让他们看一看 我死了之后 是有人发现的 而且是他们亲自发现的 我要死在他们 这个爱情的坟墓里 真的为了应付吹婚的压力 我也曾经象征性地 参加过一些相亲活动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参加过 什么相亲活动啊 其实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不知道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有一次去一个相亲活动 遇到了一个HR 然后我们见面之后 坐下来就开始聊 他就开始问我说 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优点 你对你未来的职业生涯 有什么样的规划 真的巴拉巴拉 说了一个多小时 知道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站起来跟他说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后来他还打电话问我说 有消息了吗 我说有一个好消息 他说什么好消息 我说瓜子二手车 升级了全新的购车方式 四开七天 不喜欢还能免费退 这个商务值得一个掌声 当他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们根本不合适 因为不喜欢瓜子二手车的 我们不可能合适 我参加这个节目三年了 这是我念的第一个商务 原来念商务的感觉这么爽 比恋爱还要爽多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凌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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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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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这一年啊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行业真的竞争 越来越激烈了 真的是空前的激烈你知道吗 就尤其是去年王勉 特殊大会夺冠之后 你知道对我们演员的触动 有多大吗 张伯阳最近在练习跳火拳 Rock在练习胸口睡大时 也就是睡他自己 对 王建国还比较正常 王建国在弹琴啊 弹的是李雪芹 建国说琴能补着 一个谐音梗送给杨岚老师 别算乱说 你也能看得出来 我为了做好这份工作 为了提升我的喜剧能力 我去年我还专门跟张伯阳 去东北学习了 原汁原味的二人传 对 真的很随心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 特别厉害的喜剧技巧 今天就给你们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今天给我鼓掌的朋友 全部都长命百岁 没有鼓掌的朋友也不错 也能活到99 对 这就是我学到的 最厉害的喜剧技巧 真的 二人传演员太厉害了 真的 我那天看了两个多小时 我全程一直在鼓掌 真的 我手掌都快拍烂了 真的 每个演员 至少有十套要整身的段子 我那天晚上分别为我的生命 我的健康 我的爱情 我的事业 以及我的全家都鼓了掌 那天晚上我的家人 根本不知道我为他们付出了什么 如果我不是一直在鼓掌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真的 那天看完演出 我从那个剧场走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我这辈子的掌声都被人要完了 真的 如果有个人过来跟我说 海员可以给我一点掌声吗 我会跟他说 没有了 已经全部给里面那些演员了 你要长命百岁 你自己买张票去看吧 反正我已经9000岁了 下个月我就搬到长寿村 对 按照原定的计划呢 我讲到这里应该已经4灯了 但是显然还没有 但是我也没有段子了 所以最后我祝所有的观众朋友 和已经拍灯的领孝远 长命百岁 好 谢谢 谢谢 没有拍的每一要99 太久了 太久了 太久了